彩券行要特别注意诈骗的新的手法 屏东有一名男子拿了近6万元的假钞 上下层是真钞 不过中间全是假的 用这叠钞票他去跟彩券行 买了300多张的呱呱乐 事后男子还寄了恐吓信 扬言自己有艾滋病 说店家如果报警 就会想办法传染艾滋病给店员 男子脸戴口罩穿成运动外套 一进他彩券行 立刻掏出6万现金 表示要买三本呱呱乐 店员以为遇到大户 毫不犹豫 拿出彩券后开始点钞 这时男子等不起店员结账 快速地将桌上的彩券一把拿走 男子离开后店员差点没昏倒 因为这些千元大钞 竟然全都是玩具钞 店员虽然火速报警 但男子早已骑机车逃离现场 店家损失300多张呱呱乐 卖彩券的员工现在欲哭无泪 只能用自己薪水慢慢偿还 警方呼吁彩券行 新的诈骗手法千万要当心